学佛 尊重周围的佛友都不懂 你怎么能修成菩萨 你在嘴上说一套 做一套 这个是佛法犯祭的事情 所以你看我在我身边的那些 这个秘书处的小朋友 还有一些年纪大跟我修的 你知道我最恨他们干嘛 就是吹牛撒谎 因为当一个人吹牛撒谎了之后 菩萨会对他失去信心的 他的功德会弄掉很多的 因为释迦摩尼佛都讲过 他只有两个孩子 一个是从来不犯错的 还有一个是做错马上就能改的 如果你一天到晚撒谎吹牛 你成不了佛子啊 成不了佛子你怎么能上天呢 怎么能修行修的好啊 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 是的师父 那师父他最后他说 学佛自然连坏的思想都不可以有 必须要真真正正传谱自然 不可以出而反而 做一样说一样 这是学佛的大地 就是两面派啊 这两面派这种人 没有意思的 两面派他在师父这么一面 背后一面 这种人们自己吃苦头呀 忙了半天 比方说他修十年 最后他只有积累了三年的功德 而七年全部浪费了 因为他两面派嘛 可能在这个七年当中 他没伤人 那么他有三年的功德 如果他伤了别人的话 可能他连那个三年的功德都被削掉了 就没了 白修十年就是这样 那师父 你像我们这样 你像我们就是 哎呀 就是有种这种现象 比如师父说过念礼佛大忏悔文的事情 不能忏悔了 又错 再反复忏悔 这样业障 非但没有忏悔 反而越积越多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念礼佛大忏悔文的时候 确实担心忏悔来 但这之后 由于业力的牵引 又会犯类似的错误 比如口业 邪淫 犯了错误 再忏悔又很难过 造成一些心理压力 这样反复的忏悔 是否出于 是否也输于 出而反而 学佛的打击呢 师父 实际上你这个问题 问得非常好 因为你要考虑到 我从 从这个 菩萨慈悲的角度上来讲 因为我们是人 菩萨对我们 以 以菩萨的要求 但是以人的观点来看的 所以菩萨对我们 真的很慈悲 有的人呢 出而反而很多次 最后呢 菩萨还是给他上天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你至少说 你改的时候 是真心在痛苦 在难受 只是说你 作为人来讲 你自己的业障牵引 所以说 如果是业障牵引 菩萨不会帮你 记太多 如果你是 真的有意去犯 那对不起了 你很快就被拉走了 明白吧 你比方说 我们讲一个 邪淫的问题 你比方说 你生理上克制不住 就是你自己的 本身的 这个能 克制力不足 那这就是你自己犯罪的 如果你在这个 环境的变化下 突然之间 有时候 怎么样怎么样 变得 稀里糊涂的 哎呀 做错事情 似乎难过得不得了 而且你是 真实的当时 是不想 跟他做这种事情 那么这个呢 就是属于 你的业力牵引 业力牵引 这个呢 菩萨就会原谅你 我明白了 那师父 我们如何更好的 抵御业力牵引 去处裂甘性 避免重复的犯错误呢 师父 这个问题 就是要认识到 第一 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因为我们学博人 我们对果报 非常的讲究 因为这个果 来的时候 谁都解决不了的 因为我们知道果报 丝毫不爽 所以我们不能犯 犯因果 所以呢 就是在坐鹰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清楚 我今天这个鹰坐下去 这果报来了怎么办 你就不敢坐了 明白吧 就是你今天没有驾驶证 你说我硬要去开车 就这么一段路 很短的 你要想到 你万一被警察抓住了 你怎么办 你坐牢了 哪怕坐一个月 也是叫坐牢 对不对啊 你因为无证驾驶 你是伤害着众生的生命啊 性命啊 你要把它踢到这个高度来看 所以很多人 要怎么样克制自己 你要把它踢到一个高度 你是菩萨 你是学佛人 你就不能做这些烂事 对不对啊